成者天之道也 成知者人之道也 这个成子啊 成就是成功的成 它是生成长养之功 成己成人的行为 所以成是什么呢 成是成性才叫做成 那性是什么呢 性是道 道在人的身上叫做性 而性显现于一个人的身心行为 叫做什么呢 叫做成 所以这个成对佛家来说 是性之成 是性之限 叫见性 那么天道呢 随时随地啊 都在施展它的生成之功啊 你会到处看 都看得到这些事情 你把一棵树呢 给它支给砍了 你过了几天就看到 它发很多芽了 你只要给它一个生息的功夫 它就发芽了 然后呢 一个苗呢 这个没有水哭了好久了 快死了 可是一有水啊 它随时都在等时期 一有水啊 它就马上蓬勃发展了 这个天道的特色就是这样 随时随地都想要长养 即使是到了冬天万物凋零 也只是为了春天能够再度蓬勃发展 所以这个就是天德啊 如果我们说人有本性 如果天有本性的话 那个本性里面最大的特质是什么呢 就是生成 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所以当我们人的身心都充满着一种为人的好希望 别人生成的德的时候 这个成就跟天当时赋予我们的本性是一致的 所以叫做天之道 是我们本性里面早就具足着这种 只要一给机会 它就会生生不息的这种生成之功啊 是不需要照做的 道家说无为而成 无为它本来就在了 叫做天之道 成之者人之道也 成之是指需要我们去行持 而后才能圆满叫成之 那人们的修行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我们做这个做那个 是为了效法天地 是希望与天地合得 而天最伟大的德性是什么呢 是生成 说成本性里面呢 就叫做成意的成 所以成之者就是存我们的心 行我们的行为 率我们的气血 尽我们的性 尽性和天 渐渐地由墨而返本之道 所以叫做人之道 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该去做的 该去行持 该去学习的 该去向圣贤效法的 该去落实的 都叫做成之者 人之道 这是人道 人道就是为了什么 人道的价值是因为 为了符合天道 人道若不能符合天道 那这个人道 也没什么价值可说 成者不贬而重 不失而得 从容忠道 圣人也 说这个成 它的原始状态 总得说说 圣人的境界 它是完全吻合 大自然的境界 它是不贬而重 重是重什么东西 重了那个本性里面的 生成的本质 不失而得 不需要失虑就得 得什么东西 就得了本性之中的 生成之功 天父给你就这样 从容忠道 从容忠道 忠道什么意思 忠道就是不偏不倚的 那不偏不倚 指的是哪一个主轴呢 就是天父给你 那个生成的主轴 那个生成的特质的主轴 你很从容就已经中了 那什么叫从容呢 从容如果以道家来说 就叫做自然或无为 如果以佛家来说 叫做什么 叫做自在 如果以儒家来说呢 就叫从容 所以从容也就是自在 也就是自然 也就是无为 那么不免而重 就是不需要去勉强 不失而得 就是不需要去思想 去挤头脑 去造作 他不需要这些所思所行 一出来呢 就已经中了那个天父的 那个本质 不偏不倚的道 就是 心念一发 总是为人好的 行为一做出来 总是为人有益的 不是刻意去勉强的 这种是圣人的道 圣人不外乎是一个成而已 所以《易经》里面 有一句话说 天下何师何律 说要造这个天下 要生这个天下 天下里面的圣人 如果能够以人和天的话 何师何律 不需要师 不需要律 因为最好的机密 老天爷照在你本性中 你只要自于成 马上就生生不息 不需要照作勉强的 这个就是圣人所学的 就是一个成字 那么儒家叫圣人 那是因为从人道上来说的 佛家叫做佛 是以出世来说的 其实是同样的阶级 同样的国位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圣人是和天的 和道的 佛也就是见性和道的 这是一致的 性就是道 道就是天 这是同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天最大的德是什么呢 是生成 所以当我们人的心里面一成 然后我们的身心就无不生成 我们的契机百脉 都走向在生生不息的道路上 所以有了成之后呢 心念行为自然 无不移啊 到处都很自然 都很恰当 天不会为其道 地不会为其理啊 人也不会为其幸 这个呢 就是所谓不贬而重 不失而得 从容忠道 就算是500年后的圣人在出世 再看看这个呢 心念行为 种种的气节 也无话可说了 成之者 则善而固执之则也 说这个成是不免而重 不失而得的啊 是从容忠道的啊 这是天道啊 那么我们现在走的是人道啊 我们不是圣人啊 不是天众瑞士的 我们只是个凡夫啊 那我们是需要有一些行为 才能够尽能和天嘛 那我们走的是成之者的道路 那成之者应该怎么走呢 就是则善而固执之 好比这个水呢 静了自己就会平啊 你说什么是水平啊 水动的时候看不出水平啊 水静的时候 自自然然就会呈现 性呢 静的时候呢 也自自然然展现 里面的深层之功 道呢 静的时候呢 里面的深层之功 自自然然也会展现 所以修养之道啊 就是以定静为它的基础 而折善是折什么东西啊 折善其实是去旺 旺想的旺拿掉 什么是旺 不能生成的办法 不能生成的想法 跟生成有害的 种种都要去掉 叫去旺 当我们把旺去掉的时候 自自然然就静 性呢 自然就显现了 那么折善而固执 固执什么意思 固执是说固存它的心 什么心 成己成人的心 抓好 只要一有跟这个 伪逆的呢 就要去修正 随时随地 存的都是对人有益 的一种心 不论方法 只论对人 是不是真的长远有益 这个方法 也许是大家所认同 这个方法 也许是看起来 乍看之下 大家所不能认同 这个方法 也许是软的手段 这个方法 也许是硬的手段 也许是诚实的办法 也许是欺骗的办法 都有可能 这个全变的办法呢 不论 只论那个结果 最后对于人 是不是长远的好处 对于精气神 是不是长远的 长养 固存这样的心 叫做固执 所以这个固执 折善而固执的固执 是己意而不是凶意 一般的人说固执是凶意 做了坏事 还改不掉 叫做固执 那这边所谓的固执 是说抓牢了 就是顾千万别再放走了 就是那个长养的心 那也就是大学所谓的知子 指在那个最好的点上 指于至善 那这个至善点 从你的学习的开始 是什么是你的至善 就是折善 折善 能够长养精气神的 对社会有长远好处的 而不是短暂看起来很虚花 但是长远来说惨罚人类的精气神的 把那些坏的都拿掉 好的都留下 就是叫做折善 这个折善是劝我们说 凡事总得先分出个善恶好坏 而后我们才可以去固执它 要去固执肯定就是它是好的 所以我固执它去行持它 而它产生结果 最后会开花结果 对不对 那如果一开始就是坏的 然后我还去固执它 那以后开花结果 那肯定伤害就不少 所以这个折善 固执的折善 也就是大学所谓的格物 把这个物理 把这个势理 把它给格正了 想清楚了 拨正了 那你说那我怎么知道 格的正不正啊 我怎么分辨的对不对啊 这些答案全部都在经典里 如果跟本性是相伪的 是照做的 那我们把它放一旁 那经典告诉你说 你所求的是从里面来 还是外面来呢 那如果是从里面来的 答案如果是这样 那么你为什么要找 很多外面的东西呢 这个人给你加零 那个人给你一颗什么药 到底这样是从里面 还是外面呢 这不是很容易判断吗 所以说 当你去格物的时候 你如何判断它是正是邪 是对还是错 答案呢 都在圣贤的经典里面 足以让我们去参考的 所以你想要达到身内的层 首先先要折散 折散还不够 折散之后要固执 它才成气候 学问并不难 难就在于什么 行词 就在于要好久的时间 好长的时间 你要去做同样很简单的事情 而后才会产生成效 这是折散而固执 博学之 审问之 圣诗之 明辨之 独行之 那要博学 先触类旁通 先学这个 学那个 因为你有了学的第一项 第二项 第三项 第四项 第五项 所以我们才能够去类比 学我们有很多知识 可是这些知识未必得当 所以要审问之 要问 问什么 问当还是不当 什么是当不当呢 跟生成你的本性 有没有关系 跟长养人的精气神 有没有关系 如果有的 我们就说 他是得当的 那得当的有好多种 有的是长养你的身体 有的是长养你的心 有的是长养你的性 有的是长养你的命 有些不同 对不对 那我们问 问说你想学什么 然后才有一个方向 问 如果你不去思索 那答案也未必真 那你去思索是 以什么为本 就是以跟先生 先贤所留下的经典 合不合来作为难本 所以你一定要去思 可是思 如果你分辨不出来 那思还是没有用 那怎么去分辨 就是要跟长养人的 远来比 你说长养精气神 你说做任何事情 就是让人家快乐 这个话听起来 对不对 好像对 可是快乐 能不能长养精气神 有没有一种快乐 是会损害精气神的 很多吧 所以你不能只是说 让人家快乐就是好 不是看以上 要看长远 还有一个办法 你要能够通达全变 不是死在一个办法上 这个主轴不变 最后的目标不变 但是方法是可以变的 你要去思变 可不可以变 可不可以全变 所以你不去思变的话 那也许也会错失你的主轴 那变 变完了 确实是这样了 变而不行 也毫无益处 所以最后的行 必须独行 就是独行 就是很精进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比如说 有的人是这样提倡 说要公平的给予 这个天下人 每一个人同样的爱 这听起来有没有道理 这听起来很有道理 听起来伟不伟大 很伟大 那我要问你 做得到还做不到 做得到吗 你一天有几个小时 你分配给你的家人之后 其他的还剩多少 所以分配到最后 就是分配给你父母的时间 跟分配给一个路人的时间 是一样 那这合不合人伦呢 那就算是一样 好那我们再把它平均 平均给70亿的人 每一个人都要分到你的时间 跟你的爱 各位你做得到吗 好那肯定你是做不到 那做不到 那这句话就白提倡的 你懂吗 这个话再怎么伟大 都变成骗局 所以不能只是学到一个 很伟大的一个理念 没有用的 博学还要审问 然后甚至灵辩 最后确定可以落实了 为什么叫独行 那个行可以落实 所以古圣先生提上的很好 说私由禁止 再好的学问 从最近的人可以落实 然后再尊贤 加上尊贤 尊贤就是把可以落实 有能力落实的人举到高处 可以教导大家 让大家看得到 你只要做对这两件事 一个就是这个孝亲 亲亲 一个是什么 尊贤 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 你就发现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闲人都可以跑出来 而且每一个人究竟都有双心 都有兄弟 所以每一个小圈圈 每一个小圈圈 都有人照顾到了 这个办法可以落实 那你就不会被那些 划重取宠的论调 给骗了 所以成生之前 要先折善 因为折善 所以来谈博学审问 圣时宁便独行 有福学 学之福能 福错也 有福问 问之福之 福错也 有福师 师之福德 福错也 有福辩 辩之福明 福错也 有福行 行之福睹 福错也 说 干脆就不要学 既然学了呢 一定要学到 能 否则不可以半途而废 那个错就是放弃 错是放置 就是放弃 干脆可以不学了 如果学了 不学到一定的能力 不放弃 干脆不问 问了 如果不问到知道了 那我也不放弃 我也可以干脆不想 可是如果我开始想 要想到得出个道理来 不然我不放弃 干脆不分辨 如果要分辨 要分辨到明了 不然我不放弃 最后呢 干脆不实行 如果是实行 我不会半途而废 我一定要实行到最后结果 要出来 这几句话 就是告诉我们说 不要半途而废 学跟行 这两件事情 是因全其生而设的 学就是学 怎么全其生的道理 行就是去落实 去验证全其生的道理 这个就是学跟行的根本 那必须要坚持 这几个过程 都要坚持 人一人之几百之 人时人之几千之 果能此道矣 虽于必名 虽柔必强 当我们进入这个学跟行 这几个步骤的时候 也许我们之子比较差 人家一次就能够学会的 我百次 最后也学会 那会的时候 跟那个他一次学会的是一样的 都是会嘛 人家十次能够学会的 那我比较笨 那我就千次嘛 这样可以吗 不过这有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 已经确定 已经折散过了 确定正确的事 之后呢 刷紧他 除非落个水落石出的功能出来 否则我不放弃 我甚至可以花比别人 十倍百倍的力气 但是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成功的时候是一样的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这样 折散固执 果仁此道 什么道 折散固执之道 固执嘛 百次千次 在所不惜 虽于必名 虽柔必强 笨的也会变很聪明 变很明理 很怯懦的呢 也会变得很勇敢 这个是鼓励人 要多复习正确的学问 但前提是正确的呀 所谓正确是什么呢 人 掌养人的精气神的 掌养人的身心灵的 不是嘴巴说说 去落实的时候 是具体可行的 大家举的旗号 都是讲身心灵嘛 问题是能掌养你吗 所以必须先折上 必须先明辨 这就是格物 以什么为本 先圣先弦的经典为本 经典很简单 反正都告诉你 在内 顺乎天性的自然 从不讲在外 不讲怪力乱神 都讲你的本质 纯真的本质 这是他们的大统的原则 不论哪一教的经典拿来 这是大概的原则 都是这样 所以 有了这个原则之后 去坚持 走散固执 不半途而废 每一个人 都能够有所成就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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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